那你怎麼看陳思宇的財產申報有800億指數 那網路上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想法意見 那不差我一個人去評論 那你怎麼看陳思宇的財產申報有800億指數 喔 呃 我想是我現在學會了一個力量叫做專注的力量 現在就專注在我的選民 我仔細聆聽 仔細深蹲 聆聽我們選民要我們去表達的 去國會表達的 那其他組的候選人除了予以祝福之外 其他不予以評論 那網路上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想法意見 那不差我一個人去評論 你覺得他是正二代還是很正的二代 呃 每一個候選人身上都會被貼上標籤 那我想這個定義的部分 就由選民的智慧去評斷即可 我看過了 嗯 一條